各位皇亲大家好 欢迎收看十一位二十九号新中华新闻 我是丹亭米 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到结婚的消息 中华正要卖日县管三百年 其实中华的特殊是一个家族的故事 所演出的 为了要典型中华在地人的特殊 有一个年轻人所给予基盘的 理工理理划山里艺术纪 正在十二位三合开始 在中华替罗本一高兵戈丁丁 希望可以有不同的方式 让大家可以关心中华这个土地 中华建设有三百年的历史 中华每一个地方 都可以看到人和人的活动的信仰 其中家族就是时代变成他的故事 要怎么让大家都可以了解到中华这个土地 由民间发起 今年已经是第四年基盘的卦山里艺术纪 准备对十二位三合开始变成 希望可以有不同的方式 让大家关心中华这个土地 挂山的艺术纪第四年了 那今年的主题是挂山考 我们运用考线的方式来发现彰化的力量跟DNA 那我们这一次有四个部分 就是有后面看到这个家族写真博物馆 然后家族信息图 还有跟福安社区合作的这个 与阿公的南门散步 然后还有跟张安国中合作的这个 画出土地的绘本这样子 那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 是希望卷动很多人一起参与 还有盘点彰化的十三组 现在我们选出了四农工商的十三组家庭 然后来讲彰化的故事 来讲彰化的DNA 那每个故事其实我们都会看到 它就像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一个历史的切片 或者是我们曾经共同经历的时光 它可能经历过日治时期 可能经历过国民政府来台时期 或者是到现在 然后看到了彰化 所有可能不同时间开墾的 在不同街区发展的新农跟衰退 今年的主题掛山口 是运用家库和家庭的故事 来看中华的力量 每一个家族故事 就像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一段下期的片段记得 彰化由这么多的家族构成 它其实更多千千万万的家族构成 为什么从家族的故事 因为我们看到了不同时代的价值 不同时代的观念 不同时代的力量 然后所以这一次呢 最后的这个家族照 我们也邀请了所有合作的单位或家庭 一起来拍这个大合照 然后也包含我们的长官们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令人兴奋的 一个时代的意义的东西 但是我们持续在追寻 我们明年也是以这个方向前进变成挂山历前转 也就是说挂山历是艺术纪为什么会存在 其实有这些人在50年前 在100年前甚至更久以前 为我们打下了基础 以至于我们现在有挂山历 这次的电视也邀请到中部的来讲故事 正显出他们的家族历史 尤其是战亂时代 对大陆登山来到中华这个土地打拼 可以就由不同的家庭故事 看到寻命的混乱和勇气 我们是流浪到台湾来 因为台中我们祖先是安家关 安家关泰山 没办法来台湾 来台湾是六港的 六港人带来 我们最后落居快关 快关那边 结果三十五港人带来到澳大 没办法来到几十十年 但是土地没有去就变成这个 这个我们阿公 他外外的时候已经三十五港了 所以我们很累 也很累 这个我们老伯 我们老伯做团长 送一把 这是送的 这个队丸 要去拿苗 要出城的时候 他才送的 李空李李寡山丽艺术记 中在十二月二十五号 在高宾格 吉祥比博瓦冬 东江亚又有成年 共和圣诞设计 几合理手设计 泰国表演 为本公故事 在李空李李年月买声 欢迎大家跟寡山丽艺术记 作回来文心贵圣诞 新中华新门北边林中华 彩虹不得